还有就是在金山区金包里慈护宫在举办庆典仪式的同时 也将祭拜的白米在8号捐出 为了要将资源送到真正需要的民众手中 透过万里金山石门山区的区公所提供低收集弱势名单 共计有700户收回 今天是农历3月23马祖圣诞庆典 金山区金包里慈护宫在举办庆典仪式的同时 也将庆典中所祭拜的白米在今天来捐出 希望在庆祝妈祖生日的同时 也要发扬妈祖慈悲为怀的精神 协助万里金山石门山区的弱势居民 拥有一时五缺的生活 大家都很悲心 甚至有没有人出米出钱 要做什么 因为拜到了后 我有两百几年两百康高的历史 拜到了后我就住这些米 到一年三五万里金山有六七百的 就是中级是不是 我们就通过工作 找这些资料 那么甚至有一些 心情没过的变过来 我也会去关心 万金池山区都是靠海的城市 因此今天马祖丹城 慈悟宫里也涌进不少信众 在一早上的祭拜仪式 更是全区东源 区长里长到警分局 全都来庙里残拜献香 祈求境内平安 而慈悟宫也在祭拜后 举办了赠米的仪式 有什么呢 因为马祖的得救 我们祖父公是 庙是自身机构 必须要替他做很多很多 自身的事情 关心需要关心的人 我们非常感谢 财团法人金巴鱼公 金巴鱼慈悟宫 所有的董建事 董事有董事长 在我们这个天上祖母 今天的生日 然后会为我们的祖母 对于这个普爱 照顾我们金山 万里石门的一些 中低收入的一些 一个善款的米 还有我们特别在这里 代表公所感谢这些 为了要将资源 抑注到真的需要的民众手中 慈悟宫透过区公所 提供低收入户名单 来媒合资源 另外也针对资源不符合 却生活困苦的居民 提供协助 统计万金十三区 共有近700户来受贿 期待透过妈祖慈悲精神 能够让弱势居民 都能够拥有平安顺岁年 记者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西方消息都 pode付 保障主地 退职 词 韩 miss